星夢傳奇的亞君堯卓飛最近已經開學了, 他在暑假前就已經接受學校訪問, 分享參賽的心路歷程。 現在明媚雙修的他在學校, 一定是風頭一時無二,沒有孤獨病。 除此之外,星夢中有好幾位都是學伯, 可俊諾在比賽中排第五位, 在英國讀書時修讀藥劑學碩士科程, 雖然考了藥劑師牌, 但他就在大型保險和投資公司做理財策劃。 最深音樂的他,一邊參賽,一邊工作, 想不到節目會引來金融財進的興趣。 另一位就是未能進入決賽的張慈豪, 他在美國主修運動生理學, 之後讀體色能碩士, 現在轉攻第二個碩士, 今次主修營養學, 不過為了比賽只好停學一年, 星夢中除了有美女, 想不到參賽者也特別有內談。